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业板也就是中小板块的下跌较大的幅度 在昨天欧洲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 虽然有轻微下跌 但是幅度都在0.2%至0.6%之间 另外美国方面则也是变化不大 虽然是涨涨跌跌 但是幅度都在0.3%以下 在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目前依然是维持在1215附近 而石油价格也没有明显变化 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话题 就是现在人民币以及中国与之相关的产品 在过去几天的一个爆发性上涨 我们这几天看到在金融市场里面 中国系的产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那什么叫中国系呢 就是和中国的产品 或者和中国的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有哪些我们大家熟知的 比如说是美元和人民币 比如说中国的A50指数 香港的恒生指数 还有像澳元这一类产品也算 那如果我们把前三者叫做亲儿子的话 澳元则属于是叫干儿子 昨天我们看到中国的A50指数是再创新高 但是与此同时创业板块却下跌 连续两天达到百分之二点八 那不单单是这个A50昨天是上涨 包括了香港恒生指数 也同样呢出现了超过四百五十点的涨幅 但是呢 你要说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上涨 我并不知道 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从现在的这个政策性角度来解析 目前呢 不论是监管方也好 政监会也好 都希望投资者呢 包括散户 尽量呢 不要去整天炒来炒去炒股票 而是去投资那些龙头 大盘股 蓝筹股 或者说央企 这个是目前的政策 我们看到呢 目前的上涨和下跌 也是两极分化 非常的明确 就是呢 强者欲强 然后中小企业呢 也是越来越弱 越跌越多 这个情况呢 就具体反映在了A50上面 也就是一样 我们看到A50指数自从被纳入了国际指数基金之后呢 到现在上涨幅度已经达到了12% 但与此同时 上阵指数却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变化 目前也仅仅是重新爬回到了三千两百点以上 但是也是积极可危 所以说如果我们散户投资者 家里如果没有人在上市公司担任要职的话呢 我相信目前我们也得跟随趋势 跟随大流 跟随着政策去投资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 没有充沛的这个行业支持的话 那就干脆简单一点 这个跟着现在的主流走 那么也就是看好大盘 看好蓝筹 看好A50 那么这个呢 是目前这个A50 以及香港恒生指数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来自于国企 央企 大盘蓝筹的上涨 那么昨天我们也看到了 在过去几天里面 人民币啊 是逐渐的跌回原型 但是 在昨天白天下午的时候呢 碰到6.81 这个感觉就像是一个死门关一样 一碰到这个价格 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压 而且在昨天 是被打压超过了200个点 目前价格再一次跌回到了6.79以下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我始终觉得呢 这个人民币的上涨 必定不可持续 虽然现在已经是连续第四次 碰到了6.81附近 被打回原型 但是呢 我还是坚定了 相信人民币的中长期 这个价格呢 可能它会维持在一定的价格波动内来回 但是它依然会缓慢的下跌 那么再来看一下澳元 咱们知道呢 澳元刚才说他为什么是干儿子呢 因为虽然他信澳不信中 但是由于澳元影响最大的 并不是因为澳洲自己的央行 而是什么呢 而是因为铁矿石 铁矿石来自于最大的消费者是谁 就是中国 所以我们知道呢 把澳元称之为这个干儿子是有道理的 铁矿石涨 澳元就涨 即便是现在澳洲的经济并不怎么样 即便现在失业率也好 通过膨胀也好 都不怎么样 澳元依然可以涨 而现在呢 铁矿石价格就已经从420一吨 上升到了现在的480一吨 涨幅接近于20% 那么如果从技术图形来看 铁矿石价格能够重新回到505人民币 一吨以上 那么我们很有理由相信铁矿石将进入一个复苏阶段 那么这对澳元 澳洲经济和澳洲股市来说 当然是件好事 所以说最最终来看呢 对于不同的产品 我们要用不同的政策 那对于像是长期的走势的 有的朋友们可能一买的话 一买一买的话呢 就是短期不会看 准备放个三五年 那么这种来看 我们就可以考虑从大的方面 大的方针政策来去评估 但是像有的产品 比如说澳元 大方向都是对它不利 经济不是很好 这个 比如说它的就业率不高 铁矿石价格现在也不算高 但它价格为什么能维持在7576 这个呢 很多时候在短期的走势 就会出现和长期相互矛盾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投资者做一个考量 自己是希望是两个三个月的中短期投资 还是希望是六个月半年甚至一年的这种中长期投资 那么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产品 今天说的是咱们之前也收告几次的黄金 为什么说到黄金呢 我们知道黄金价格从这个六月初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都在下跌啊 但是呢 经过连续四十几天的跌幅之后 目前的黄金有可能 我们仅仅现在只能说是有可能啊 出现一波回调 或者说短期的上涨 目前黄金在三十分钟级别线上 已经在一二一六出现了涨上涨信号 但是目前呢 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放到正常一些使用的一小时 以及两小时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黄金依然是没有出现明确的上涨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投资者自己加以考量 如果我们平时有时间经常盯盘呢 那么可以在一二一六以上 短期就开始看涨黄金 大不了它跌回去之后 咱们止损出场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的话呢 那么就需要呢 稍微谨慎一些 用两小时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我们这张图用的是一小时 价格大约是在一千二百二十三左右 如果我们用的是两小时的图 那么它的关键线需要在上了一千二百三十 或者三十一以上的才算是比较稳定 但不论怎么说 黄金价格在连续下跌四十五天之后 我相信如果它确定开始一波上涨 那它的涨幅也一定不会太小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说的这个热门产品 最后呢 今天晚上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在十二点钟 家园会发布最新的利率决议 以及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呢 美国是有石油的储量数据 所以今天晚上 如果大家是操作家园 以及操作石油的朋友们呢 要引起重视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 每日是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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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